我们穷极一生到底追寻的是什么 人这一生如昙花一现 如草木春绿秋枯 如西月东升西落 但偏偏这一生欲望却有很多 小时候我们躺在西边包莲棚 放纸鸢追逐黄蝶 学着种瓜苗在桑树下 回家后依然穿着缩衣赏月鸣 长大后希望金榜提名 希望有家人相伴 希望财富不断增加 希望职位不断提升 希望拥有众多知己与快乐无限 老了之后 我们又希望健康长寿 享受着同仆们的欢迎 孩子们在门口候着我们下棋 有一个知己陪伴 一壶美酒 庭院中享受着天伦之乐 你看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涂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解世间万种惆怅 大部分人还在为生活而奔波 哪里有时间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呢 其实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 与草木日月一样 体验着欲望的轮回 如果活得不明白 就会觉得自己像飞蛾投于天地之间 渺小得如同大海中的一粒沙粒 哀叹自己生命之短暂 羡慕长江 无尽之绵延 但如果活得明白 就能对所遇到的事情感到满足 从自己身上寻找快乐 不知道老去即将来临 你可以追求金钱名利 也可以追求施酒花茶 你可以追求江上清风 也可以追求山间明月 但不必过分在意追求的结果 因为结果终将逝去 穷极一生 来到人间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体验 世间的喜怒哀乐 包括生老病死 正如电影《大语海棠》中所说 我们的生命很短暂 我们最终都会失去它 所以不妨大胆一点 去爱一个人 去攀一座山 去追一次梦 有很多事情并没有答案 我们要用心感受 而不是去追求解析 尽管世界各异 但情感的表达是相通的 总而言之 人生得意须尽欢 于是我们饮酒狂歌 小楼一夜听春雨 身相明朝迈兴 愿你一生被幸福所包围 大语海棠